来的2021赛季 中国平安 中国组协会超级联赛 苏州赛区第三轮的比赛 上海申花来对阵上海海港的 这个德比战已经开始了 上半场的比赛呢 申花这边是身穿蓝色的球衣 从右来向左进攻 来看一下这个球 阿闹和严峻林 他俩交流交流 不是 他俩一般交流不上 一天以后 开局前两个两只球队战绩都很好 而且都是一开局 就有进球的这样的比赛 今天就显得节奏超慢 这边已经有一脚射门了 这应该是赵明健 你看他是一个脚外脚背 赵明健 右路直接起 机会 这个投球没有顶到 但是非常危险 外围再打彭杏林 这一波进攻神话 打的还是还有危险 看梁这边已经来到 机会 哇 这个球啊 后点是李文君吧 对刚才 这是因为他去到了左边的位置 所以梁在右边前面的位置 是 哇 前面那个是李文君 然后后面那一下铲出去的 是往身上 我推进 往中路找穆依 亚伦姆一挑一身后 投球一点 阿脑 奥斯卡 打门 哇 奥斯卡呀 这个配合是出来了 是 而且很连贯 亚伦姆一呢 起球 然后阿脑 投球一点 奥斯卡内部插上打门 但是没有压制 这边阿波拉罕看一下能不能赶到 对于小美福阿脑拉罕 算了 爱出这种资格 杨世元其实也是这个人家 还有漂亮的涛档球 左脚转机会 哦 这个球啊 这一头身的 太重要了 卫阵 这一头好像 哎 这边还有机会 外围还有胸部一挺 挑 三人和美 这球没有了 我来了 你就让我看这 对吧 阿脑 外围远胜漂亮 哇 已经把增生给击倒了 但是也得提醒南部球名 去年双方就是 一百二十分 一百八十分钟内是打平的 打平的 但是那个比赛过程 比这个好看 前面一顶 后面的投球 哇 埃迪啊 这个球太关键了 我每次觉得这球稍显可惜啊 对 他觉得不可思议 这怎么突然出来一个人 机会 阿德里亚 这个球做了一个挡拆 进行语 但是阿德里亚速度已经不是当年了 跑了这两步超过 一敌四有点难啊 对有点难 后面追兵也是挺快的 姆仪观察后腰得上了 要不太空了 自己来了 漂亮 亚伦牧仪 帮助上海港 取得了领先 刚才我说这个后腰盖上了 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一力进球吧 是 这个位置 我以为他要传给边上的奥斯卡 没想到直接自己来啊 就是他其实刚才已经在调谱点了 他一看没人盯我 对吧 我空间这么大 那我就来一脚吧 这一脚有点当年胡尔克那味道啊 是 可能踢不上 就突借到这些小球里 又来了 直接传到前面 漂亮 机关 大门 增成立功了 还有第二次机会吗 阿劳 这个球 这边有点难了 嗯 又是木一的传球 这球又是木一的传球 过点 大足哥一蹭 什么话 给他没有打起来啊 犯规了 也有点火药味了啊 这边双方球员都有点情绪激动啊 嗯 工作是伤害性挺大的 虽然说没有造成 就是说那种特别重大的事故吧 但是动作是比较大 要变了 取消黄牌 直红 啊 直红 你看他说你蹬的人小腿 是是是 嗯 这个球马动作一看出来就是要红牌 这对于海港来讲 最后这段时间可不好过了 就这个球说白了 要是蹬上劲了 这就是奔着废人去的 也就是说没吃上劲 机会 远潮在给 莫雷诺倒地了点球 利爱欣判完了点球 这个球利爱欣说是吕文君拉的 压力全部来到了严峻林这边 你看看看啊 啊是有点手牵了手 手呢拉了一点 是是有有 有一点 巴索哥 出跑 打本 还不错 这个球 罚的角度比较刁钻 虽然员军林也是扑对了方向 但是巴索哥将球打进 连续两轮比赛 取得进球 一比一 吕文君确实这个动作真的不必 这就是重要比赛 重要比赛大家谁都不能犯错 是 如果再没了就差不多了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 最终上海生花1比1 和上海海港站平 这场比赛的精华和故事 以及进球 都集中在下半场的比赛